應該每個醫院都會有 沒有沒有沒有 很少醫院有高阿陽 沒有很多 趕快打電話給來賓 因為那個設備 因為現在高阿陽的東西 因為現在一氧化散中途人 這就是供過於求嘛 供需的問題嘛 因為中途人不多啦 沒有那麼多啦 另外就是高阿陽現在拿來 大部分都拿來做傷口癒合啦 比如說你糖尿病毒啊那一些 大部分都拿來做傷口癒合啦 其實我之前還有一個清明節的也是一樣 因為清明節有的時候 像大家要去祭拜嘛 如果說你今天焚燒金子的時候 如果是有一個爐子 你去廟裡面是有爐子嘛 所以都還好 可是像清明節 因為很多人他的祖先 可能是葬在野外 戶外 對 葬在戶外嘛 所以你去那邊 然後因為二三十個親戚 可能誰都不認識誰 其實大家都在那邊一起燒那個金子 都燒超多的 之前就有一個這樣子 就在那邊燒燒燒燒燒燒燒 結果那天風很大一吹 哇 草地上用火真的還是有一點恐怖 我之前的案例是在中秋節啊 然後我們想說 剛剛在室內烤 烤肉會一氧化碳中毒 他就在室外烤 分很好又有草地 然後還用那種比較高級的 就是架起來立四的那種烤肉架 看起來很好 結果有一個就是朋友 不小心把那個烤肉架用倒了 結果有一個嬰兒 剛好在草地上爬 那個嬰兒就被啄傷了 就是那個火 因為大家想說那個質地是其實很重 不容易用到 可是那個朋友就人高碼 大家踢一下就翻了 然後馬上那個草地延燒很快 一下子就燒到那個嬰兒 就燒傷30%到40% 好可憐啊 超可憐 他好衰哦 我之前是因為在店裡 我不知道就是過年的時候要大掃除 可是遇到店裡通常就是會用那種 強酸強碱 就是便宜 稍微大碗的那些東西 然後我站在外面都已經可以聞到 他在掃廁所的那個 味道很重你知道很刺鼻 可是他居然沒有戴口罩 他就這樣 然後他等他掃完出來 珍藝姐很快 我好陰 我還從他去醫院 我想說你為什麼不戴口罩 而且你也要把那個抽風機都打開啊 你怎麼會這樣就自己在那邊掃 而且還用一個手槍污住這樣掃 你現在說無一無找不到人了嗎 難怪 我跟他說家有一老奴有一寶 不過老人家在吃東西的時候 也要特別小心 我曾經就是遇過一個那個 老太太在吃年夜飯 吃到一半就 好像噎到東西 他就倒下去 家屬就趕快把他送來急診 那來急診的時候沒有呼吸心跳 我們就趕快幫他做CPR 那要插管的時候發現 嘴巴裡面怎麼有綠綠的東西 我就拿義務甲把它夾出來 結果是那個長壽菜 長年菜 對 就是我都拉 對 拉了一條 而且是完整的那個菜拉 他沒有咬碎一樣 對 他就整個噎到了 那還有就是 像過年老人家都會發紅包啊 發糖果啊 有時候如果有吃日的老人家 也稍微要小心一下 因為我就遇過一個病人啊 他應該說一群病人 為什麼是一群病人 因為爺爺在發糖果的時候 把他平常用的藥發給小朋友吃 結果小朋友就吃了 結果他那個藥有 以為糖果就對了 對 抗精神的藥 血糖藥 然後有失智的藥 還有那個精神科的藥 助眠藥很多 不過還有因為藥不好吃啊 所以小朋友吃了 大部分都吐掉 只有一個來昏昏欲睡這樣 過年的時候 廟裡特別多人 之前我朋友他是台北人嘛 然後他就去南部拜拜 結果他不曉得南部的天氣 又穿一堆 然後又有毛啊 又有披肩又什麼 結果後面的人 人推人 然後有一個人拿一個很大柱的箱 就這樣子 就燒到他的那個衣服的邊邊角 然後一下子就蔓延開來 整個左手臂啊肩膀啊 還有臉這下面全部都燒傷 雖然馬上就有很多人來幫他 可是都還是都燒到 這個倒是真的 以前的 現在行天公當來就沒有燒 沒有什麼之間的 以前人擠在那邊 都會搶頭箱啊 不是 你平常拜拜都會這樣 而且很怕被搶 對 對 對 有時候都會被搶走 太多人了 因為擠在一起嘛 太多人了 對 對啊 現在你看 去拜拜還要看後面 對 他講的是還有那種 大柱的 還有買大柱箱 要點半年幾個月的那種 有沒有 其實過年的時候還有個問題 到時候每次過完年 我們課就特別多 因為過年的時候大家喜歡打麻將 對 圍爐打麻將 所以那個坐在那邊不動 然後可能過完年之後 手就開始肌腱炎了 然後腰痠背痛的來了 那我們遇過一個 還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他真的是坐太久了 做到下肢靜脈痠塞 他沒有辦法 他後來發現 他本來以為是不是坐太久 腰很痛啊 所以腳麻怎麼樣啊 後來他真的沒有辦法走路 腳痠痛到 後來是被家人用輪椅推著來的 然後他就說 就問他有什麼跌倒什麼 都沒有啊 他就說他就是坐著打麻將 打到那個靜脈痠塞 後來轉到大醫院 要去做手術去清那個痠塞 就是吃藥還是解不了的那種 那個不是休息一下就好 沒有沒有 那個一般是打 那個血栓中結劑 大部分都會好 可是如果太長太多 還是需要開道去清 聽到沒有 不要再去試一試 沒有 所以這個醫師告訴我們說 你打一架要起來走一下 好 你不要一直打 我那天還問你這件事 你怎麼有辦法這樣做兩天三天 怎麼有辦法 沒有啦 人家很少 像全世界都有 我很愛打麻將 坐兩天三天 我的牌牌就你 那個坐飛機也蠻容易發生的 因為長途的飛機 特別是經濟艙 因為很窄 所以他要稱為什麼 經濟艙症候群 對著不動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個 甚至我同學 外科同學的案例 就是 有一個50歲左右的富人 那是吃魚啊 過年那是要吃魚嘛對不對 然後就吃到魚刺了 其實還蠻常遇到的 別虧一隻蠻常遇到 那吃一點魚刺 他就覺得 好像可以把它吞下去 所以我們就是 那種偏方吃飯糰啊 喝沙事喝可樂嘛 就把它 好像他覺得吞下去了 然後覺得不以為意 就覺得好像當下覺得還好 結果一過兩三天之後 他就覺得 後來那邊乖乖的 就咳嗽 結果一咳 大吐血 那結果原來是 它那個魚刺啊 一開始 插在後 它沒有吞下去 它就插在石道 結果過兩三天 就突破石道 然後石道旁邊就是什麼 主動脈 所以就直接 刺到主動脈 結果就 就造成大吐血 我們有 那個魚刺刺破 那個小腸穿出來的 對 有刺到我 所以我們認為 大家都認為吞下去就OK啦 那吞下去怎麼辦 吞下去 其實也沒有辦法 也沒辦法 就揮進下過 除非你真的覺得 那個魚刺很大 你就用胃鏡去看 能不能把它夾掉 過年過節 不只是這種小意外 也有會發生大意外 就有一次我們中秋節的時候 就幾個朋友在烤肉 然後邊看新聞 就邊烤肉 欸 怎麼都看到一個 我的牌咖 對 就因為有 可能跟你打過牌 跟你打過牌 會說那是我牌咖 就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在打牌的時候 就兩個朋友 比如說 我就是很喜歡一直罵你 可是你就是那種非常隱忍的人 然後當了20年的朋友 然後就追打牌的時候 都還蠻 我對你都蠻兇的 就比如說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肉肉咖 你就是訓咖 你這個一輩子沒有用就算了 你連打麻將都那麼爛 就之類的 就一直在刺激他這樣子 有這種人 有這種人 對 然後一直在刺激他 然後 然後呢 那個 這個被刺激 這20年都沒事 可是那天中秋節 那天他不曉得 怎麼搞的 對 然後他就二話不說 他就開始又在罵他了 然後他二話不說 他就跑去廚房 然後你把菜刀 就把他給刺死了 對啊 就之前就遇到一個 農民伯伯 那80歲 他平常是住農民之家 然後呢 那就是這個過節 然後就跟子女團聚這樣子 然後就吃湯圓 結果真的 就很不小心 就吃湯圓的時候 就是嗆到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整個湯圓就是卡在喉嚨 後來也取得取不出來 趕快到急忍室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用茶館 然後把湯圓取出來 不過因為缺氧時間過久 後來就是 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拖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還是走掉這樣子 其實有人大概應該常常看到 老人家噎到的吧 都是麻糬 對麻糬 所以大家一定要學那個哈姆利特好 那個真的 要學了 那是有些步驟 有些步驟 不是暴住 他剛開始異物梗塞的時候 如果他還有意思 有辦法 有辦法咳嗽的話 就是鼓勵他咳嗽 那他如果已經發不太出聲音 你就是要幫他做哈姆利特反 那如果已經沒有反應 就是一般的CPR 然後趕快送你 我覺得 你們可能沒有那個 被噎到快自息的經驗 沒有 我還不是刺他六 你知道嗎 我有一陣子 手上你看 早上起來 比如說三顆Q10 六顆比如說1 對 人家是這樣一顆一顆吞 我就起心 一拔 我記得好像吃幾顆 我就真的一大早 喉嚨還沒習慣吞 你也就這樣 哇靠 不能呼吸了 對 卡住了 不能呼吸了 就 當然我就靠自己咳出來 就 啪 藥丸 啪 十幾顆 我才知道以後吃藥丸不能這樣吃了 有兩顆三顆 以前都一撮一撮這樣吞 那噎到真的很不舒服 很痛苦 很痛苦 藥丸還有辦法這樣 如果麻糬 你看整顆黏在那邊 大部分都等住之後會沒有意思 因為你沒有辦法 憋氣超過五分鐘 那怎麼送你來急診室 這個已經差不多掛了 對 其實就是變CPR 因為你缺氧時間沒有太多 你還是有機會 就是說你氧氣可以缺久一點 但你的血液不能缺那麼多 所以就是 一直壓一直壓 壓到急診室去 是啊 我就說 你一旦在家裡發生這種 再經過車 救護車送到急診室 像我們可能就不會一直做這個 因為那個要學 那個非常簡單 你只要 每次學完都會忘記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機會練習 所以現在非常簡單 現在其實 你就每個月都去學 現在不需要給通緝了 我們一般民族是純壓胸就好 只要有病人倒汗 你在他的身側 兩手打直 然後在兩組塗的中間壓就可以了 對啊 可是你這樣壓 它沒有突出來還是沒有攻擊 沒關係 就是我剛才講的 血液有循環 氧氣可以缺久一點沒關係 但是血液不行 血液要循環 血液不行 而且當你思緒呼吸心跳的時候 你生理的代謝全部會變慢 所以你血液裡面 殘存的氧氣還夠你一點點 還夠 還可以撐得住 這個很重要 我們剛剛想說 它最重要的是 麻糬都黏在那邊 你這邊從發現 送到救護車來送一月半個小時 你怎麼活 原來它沒有攻擊沒關係 但裡面的血液要專注 所以它真的是有幾個步驟 你不要說它已經沒有意識 你還在那邊哈姆地克吧 你如果它衣物梗塞 叫做部分梗塞的話 它還會咳嗽 你就是鼓勵它趕快咳 你不要干擾它咳嗽 可以拍它嗎 可以 反正你就是鼓勵 盡量是鼓勵它去咳嗽 那如果它已經發不出聲音了 你就是要幫它做哈姆地克吧 那時候忍若還清醒 那如果有人噎到已經昏迷了 那就是直接CPR CPR 趕快打醫 趕快解放 生活中還藏有哪些死亡危機呢 廣告後告訴你